在这边我们介绍的是定积分的一个界线的性质 叫做boundedness property 那么定理的内容是这样的 F的话呢它是一个在AB之间可以积分的一个函数 那么M的话呢是AB之间F的最大值 小M的话呢是AB之间F的最小值 那么我们这个积分函数的话呢会夹在大M乘上B减A 小M乘上B减A之间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boundedness property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还是用几何的表示方法比较容易了解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图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图 这是F F的话呢是这一条线 那么积分 由AB之间的积分就是这一块面积 我们来看看这一块面积 这一块面积 那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写了 这一块面积就是由A到B 好 这个面积的话呢 这个F的最大值是M 大M 大M有这么高 是不是它势必的话呢 这块面积一定不会比这个长方形要来的大 M乘上B减A B减A是这一段 高度的话呢 这个叫做大M 所以的话呢 它势必的话呢 会小于等于大M 长乘上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函数 是一个连续函数 它有一个最小值 叫做小M 小M所围出来的长方形的面积 是B减A乘上小M 是B的话呢 它会夹在这两者之间 那么这个性质的话呢 我们在维积分基本定理的时候的证明之中 我们会用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